Hello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快速填写学生的资料 然后记录他们的体温 方法很简单 我是使用大家所熟悉的二维码 还有Google Form 首先大家必须准备一个名单 学生的名单和老师的名单 在这里我准备了一份 然后我们打开Google Form 选择Blank Form 然后给他命名 然后输入我们所要得到的资料 在这里我只用了三个资料 第一个是Category 第二个是姓名 第三个是年级 最后就是我们所要记录的体温 完成过后 我们按右上角这个Preview 然后我们可以填写这个Google Form 来测试 把温度的地方放空 然后按Summit 完成过后我们把它关掉 来到Responses这里 点击Create Spreadsheet 按Create 当我们点击了Create过后 它就会在Google Drive里 为我们创建一个新的 Spreadsheet 来到这里我们按Addsheet 然后把它命名为Data 然后把学生的名单copy进来 然后我们回到Google Form 在Google Form这里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More 然后选择Get Previewed Link 在这里我们先输入学生的名字 温度这里我们可以放空 然后按Get Link 然后把这个Link copy起来 我们打开Notepad 把刚才的Link paste在这里 当我们打开这个网址 它就会帮我们填写刚才学生的资料 我们测试一下 学生的资料自动填写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Data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Data 在这里我们填写Link 然后选择Clip 然后copy前面的这一个部分 直到等于这里 把它copy起来 Paste在这里 由于这个Link太长 我们可以去到Text Wrapping 然后选择Clip 然后选择Clip 接下来就是姓名 回到刚才的Notepad 从And的这个符号 我们copy到等于这里 copy起来 Paste在这里 同样的我们去到Text Wrapping 按Clip 同样的我们去到Text Wrapping 接下来就是半集 回到Notepad 名字过后的这个And 我们copy到等于 Paste在这里 Text Wrapping 按Clip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将这三个Link Combine起来 然后附上这里的名字 还有Category和半集 那我们就把它命名为 Link QR Code 首先按等于 然后选择第一个Link 然后按N 然后选择第一个Category 再And 选择姓名的Link 然后再输入And 选择姓名 然后再输入And 选择Class 的Link 然后再输入And 选择Class 完成过后 我们按Enter 它就会为我们把这所有的Link都连接起来 同样的我们选择Text Wrapping 按Clip 那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名字的空格 在Link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空格是使用加的符号来代替 这样的话它才可以完整的显示这个连接 如果没有这个加 它就是一个空格 那连接就会断在这里 那我们要怎样把加的符号加在空格呢 很简单 按在键盘上按Ctrl F Find In Sheet 按一个空格 选择More Option Replace With 加 然后按Replace All 按OK 断 这样的话我们的学生名字 有空格的话它就会出现加 然后我们测试这一个Link 把它Copy起来 那这个Google Form就正常的填写 只剩下温度需要老师来填写 我们按Submit 然后我们回到Responses 查看Responses 刚刚我们输入的温度在这里 36.8 回到刚才的Data 那我们要怎样把这一个换成QR Code呢 我们必须添加一个Add-ons 点击Add-ons Get Add-ons 然后输入QR Code 选择QR Code Generator 我已经安装了这一个 大家可以选择 然后选择安装 完毕过后 把窗口关掉 然后在这里我们添加一个QR Code Image 我们不需要每个学生都做同样的步骤 只需把这个highlight起来 然后往下拉 它就会自动为我们创建 我们测试一下 Copy 看它会自动填写 我们仔细输入学生的温度 然后按Submit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创建QR Code 我们打开Add-ons 去到Bug QR Code Barcode Generator 选择 Bug QR Code Generator 这个Add-ons 它有给我们免费测试的次数 如果次数已经用完过后呢 老师可以更换email来重新下载 在这里我们去到QR Code Content 然后选择 Link QR Code 就是它已经合并的Link 点击 过后 Save QR Code Image To 最后一个QR Code Image 然后按Save To Sheet 就可以了 它就为我们创建QR Code的Image 每一个学生都有个别的QR Code 创建完毕过后呢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把这个Image copy起来 然后使用Google Slides或者是PowerPoint来进行编辑 我们把它Paste到这里 这样就完成了一位学生 我会把这个Template的网址分享给大家 就在影片的下方 大家可以选择Download 然后使用Microsoft Powerpoint来进行编辑 如果是使用自己的电脑进行编辑的话 就可以使用更多的字体 比如中文的凯题 如果学校的学生太多的话 可以请吉任老师帮忙 输入学生的中文名 老师可以使用手机上的二维码扫描器 来辨别这个二维码 扫描过后 它会显示Google Form的链接 点击进去 会打开Google Form 好,让我们来用手机测试这个二维码 打开手机里的二维码扫描器 扫描过后 它就会显示Google Form的链接 点击进去过后 学生的资料就自动被填写 老师只需输入学生的温度 然后按Submit 按了Submit过后 刚才的记录就会出现在 我们的Spreadsheet 这样的话每个早上记录 体温的工作 就会变得快速许多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影片 请点个赞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 请订阅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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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